不理會洪水滔天,習近平率高官赴北大河閉門會議即將召開 中國陷水深火熱,黑龍江多地發出暴雨紅色預警卡路襲擊浙江牽20米巨浪 未從北京拿過錢,華爾街郵報罕見評價拜登4個皮諾憂 台灣逮捕中共間諜,一名軍官和幾名銅火北京揚言武力攻台 員工兒再有家人被帶走文化 大家好,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4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問,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3日現身在北大河 漢網休假專家 外界預料,中共一年一度的北京高層 北大河會議即將召開,請提報導 中共官媒新華社8月3日報導 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委託 蔡奇3日在北大河開網暑期休假專家 蔡奇要求專家們深入學習習思想 據報導,與蔡奇一起參加 漢網活動的還有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李幹傑、國務委員 岑義琴、全國政協副主席姜順志 按照中共慣例,每年7、8月間 中共高層都會轉到北大河渡假 或邀請部分專家一同前往 並在度假時以形式不拘的會面交換意見 外界稱為北大河會議 由於中共很多重大決定 都是在北大河會議上做出 所以北大河會議也成為 被受外界關注的中共政治事件 外界很多時以中共高層集體在公眾場合消失 北大河附近保安升級等諸師麻跡 判斷是否進入了北大河會議期 雖然有看法指出 近年來北大河會議已經不復存在 成為純粹的度假性質 但亦有媒體不時傳出 中共高層仍在度假時開會 並就某些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近期中共高層連續發生不尋常事件 如前中共外交部長秦剛以外被免職 中共火箭軍司令政委突然同時被撤換 官方壓制副司令吳國華死亡消息等 顯示中共軍隊和外交系統出現重大問題 美國華裔學者李恒青認為 秦剛事件可能是習家軍內部 因為分贓或其他原因而起的爭鬥 知名字媒體人文昭表示 鬥爭一旦開始就不能做到一半停下來 習近平還保留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 也就意味著習近平保留了日後重新啟用秦剛的可能性 這個必然令到賭秦剛派有強烈的動機 要勇追窮購斬草除根 所以秦剛消失大氣才剛剛開始 而伴隨著中共火箭軍高層移動的是腐敗 涉物等搖延滿天飛 北京當局近來也反覆強調軍隊反腐 據報目前已有10名火箭軍高層狀況不明 顯示一場大清洗即將到來 李恒青說現在是中共一個非常時期 應該說是到了要改善換代前的狀態 目前正直北京河北洪災氾濫之際 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 河北獨州一帶仍有大量民眾困在洪水之中 人身安全堪憂 但至今沒有一名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現身探望災情 有評論指出原本就不將百姓疾苦 當回事的中共政權 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 更是連戲都懶得演了 據中國氣象預報自1號起 強降雨中心轉移至吉林中東部 黑龍江東南部 2號和3號局部地區 將遭遇暴雨或大暴雨襲擊 同時浙江遭到颱風卡路的侵襲 請第報導 從8月2號凌晨2時開始 黑龍江哈爾濱市 遭到強降雨襲擊 當日上午11點 哈爾濱氣象台發佈暴雨紅色預警 當前降雨主要集中在主城區 呼蘭、商城、亞城、奔縣、五常、上至、延壽 通河、方正100至200毫米 其中五常南部、上至南部、局部地區可達200至250毫米 其他區域40至100毫米 最深的地方積水已經浸過膝頭 馬加溝河的河水水面已經接近橋面 受降雨量大影響 目前哈爾濱部分道路出現不同情況的積水 行車困難 渡旅、渡外、五常等12個地區停貨、停工、停運 8月2號 黑龍江亦發佈暴雨紅色預警 黑龍江、衰化市、兆東旅目點的氣象站 2號在3小時內 降雨量已達到91.7毫米 預計累計將達到100毫米以上 氣象預報稱 東北這一輪強降雨對流天氣特徵顯著 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雷暴大風、冰雹 甚至龍捲風 綜合陸媒報導 2號今年第六個強颱風卡奴進入東海 8月3日凌晨5時登陸浙江 中心位於玉環市東、偏南方 大約370公里的東海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有15級 受這個影響 浙江北部沿海部分 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 上海有分散性短時鎮雨或雷雨 江蘇南通到福建廈門沿海 將現50至120厘米的風暴增雨 浙江近岸海域將出現4.5至5.8米的巨浪 福建北部上海近岸海域 將現3.5至4.4米的大浪到巨浪 江蘇南部近岸海域將現2至3米的中浪到大浪 浙江玉環市沿海柏岸海海浪達10多米高 滄南下關出現海水渡管現象 近日來正值天文大潮期 浙江溫嶺市石塘海域接連天氣巨浪 最高高達20多米 目前已禁止遊客靠近堤拔 目前浙江已關閉A級景區125個 關停高風險旅遊項目172個 關閉公共文化場館16個 寧波、溫州、丹山、台州、金華等地 發布颱風應急響應 截至2號上50時 溫州33條水上運動航線停航 據大陸氣象台3號消息 3號早上8時至4號早上8時 內蒙古河套地區和東北部 黑龍江南部、吉林中西部、 青海東部、陝西北部、 山西北部、河北北部、 浙江東部等部分地區 將有8至10級雷暴大風或冰雹天氣 局部地區風力可達11至12級 可能出現龍捲風 預計內蒙古東北部、 黑龍江東南部、 吉林北部等地、 局部地區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 中共應急管理部2號宣稱 8月恐有2至3個颱風登陸中國大陸 南北多地洪爐災害風險較高 大陸氣象台中雨高 在8月預計將出現4次高溫過程 華北南部、華東中部和北部、 華中中部和北部、 西南東部等地、高溫熱狼風險較高 四川東南部、重慶西南部、 新疆北部等地、 森林火險等級較高 美國總統拜登聲稱他的兒子亨特 從未從中共政權那裡賺過錢 這個令華爾街郵報事實核查員 格倫‧埃斯勒給他打了4個皮諾優的評分 請提報道 從星期二8月3日開始 凱斯勒對拜登進行了一系列事實核查 這位資深媒體人回顧了拜登在2020年 兩次總統辯論中發表的言論 當時他多次否認亨特和北京有生意往來 但現在近三年後 拜登的說法已經被亨特本人直接反駁 格倫‧埃斯勒說 在上個星期法庭證詞中 小拜登承認他實際上在中共獲得了大筆報酬 這是對這情況的首次官方承認 事實核查員列出了亨特‧拜登在2013年 陪同當時擔任美國副總統的父親 到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間的運作 拜登自己承認他也利用這次旅行 和一位中共商業夥伴建立了聯繫 甚至將該合作夥伴介紹給他的父親 副總統拜登 薩斯‧立披露 亨特‧拜登飛往北京12日後 就以光束加入了一間剛剛成立的投資諮詢公司 BHR‧瀑海華美羅斯蒙特公司的董事會 該公司的合作夥伴包括中國實體 包括他向他的父親 喬‧拜登介紹的那個人 另外在喬‧拜登卸任後 亨特‧拜登在2017年 和中國能源集團華信能源簽署了一項協議 華盛頓郵報去年報道稱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最後幾個星期出現的文件 包括在亨特‧拜登手提電腦上發現的電子郵件顯示 僅僅在14個月的時間裏 華信能源和他們的高管 就向亨特‧拜登和拜登總統的弟弟 詹姆士James Biden控制的實體支付了480萬美元 事實查核員詳細介紹了 亨特‧拜登和美國地區法官 諾雷卡‧Mary Allen Norica 的對話 據悉 諾雷卡法官盤問亨特‧拜登有關他的海外業務收入 其中包括他從華信能源公司官員 何志平‧Patrick Ho 收到的100萬美元餘拼金 凱斯勒指出 該華信官員後來在美國被指控 他與一項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賄賂詐德 和烏干達領導人的計劃有關 而亨特‧拜登的回答顯而沒有解除法官的疑問 導致諾雷卡法官決定駁回亨特‧拜登以輕罪脫罪的協議 這令到他試圖逍法外的努力暴廢了 關於皮諾雷測試 凱斯勒得出的結論是 2020年當時的總統候選人喬‧拜登 在辯論中反駁了當時美國總統川普提出的各種主張 而他在回答主持人的直接問題時 發表了有關兒子的評論 事實黑查員指出 無論如何 事實仍然是拜登在辯論期間 否認他的兒子在中共那裡賺了錢 但上星期在法庭上 他的兒子卻表示 他從中共的商業交易中賺取數十萬美元 隨後華盛頓郵報給了拜登四個皮諾雷 即說謊的評分 這相當於無底線的皮諾雷 自從亨特拜登和美國司法部達成以輕罪認罪 但可以免負重罪的甜心協議以來 他一直處於輿論關注的中心 雖然對他的調查已在進行中 但由於他所獲得的豁免權太過離譜 美國法院不接受該協議最終破裂 近日在對小拜登稅務犯罪調查中 起到極關鍵作用的美國國稅局舉報人 也站出來揭露指控美國司法部干涉他們的工作 他和美國國會議員說 該部門不鼓勵調查亨特拜登的父親 是否參與了不正當的商業交易 特拉華州聯邦檢察官大衛韋斯 David Weiss也被阻止在加州和華盛頓特區提出更嚴重的指控 雖然韋斯本人對這個說法予以否認 但這個說法部分得到了紐約時報的獨立證實 7月31日 亨特拜登的前長期核心的商業夥伴 德文雅設Devon Archer也向議員們作證揭露 亨特在會議期間至少20次要他的父親打他的手提電話 儘管民主黨人堅稱他們只是互相寒暈 並談論天氣等話題 但與此同時白宮卻遮遮掩掩地改了這個說法 聲稱拜登從未和亨特有過生意往來 顯然這個和他在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多次仰言 他從未和亨特談論過生意的說法截然不同 台灣8月2日經傳發生重大國安事件 因涉嫌向中共當局洩露軍事機密 台灣逮捕拘留了一名台灣軍官 和他的幾名同伙請聽報導 中華民國台灣國防部披露 台灣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現役一名聖者的宗教 和其他被告 涉嫌受北京當局招募而成為中共間諜 洩露台灣國防機密和其他信息 逮捕中共間諜事件發生之際 北京和台灣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 正持續升級 中共揚言要武力入侵統一台灣 長期以來 北京也一直拼命招募台灣 退役軍人提供國家機密的活動 它採用的手段就是 金錢或高檔商品禮物誘惑 拖人落水 據台北時報援引台灣高級檢察院 未透露姓名的檢察官的話 報導表示 聖者的宗教還涉嫌建立了一個 由台灣現役和退役軍人組成的間諜組織 負責為中共當局收集情報 該檢察官辦公室 沒有立即回應有關此案的問題 台灣國防部在聲明中表示 國防部對此感到悲痛 並對少數不法之徒違反保衛國家的義務 犯下背叛國家人民罪行的行為 予以嚴厲譴責 台北時報消息披露 一名退役台灣陸軍少教和另外三人 也在此案中受到信聞 並以630至19,000美元的保釋金獲釋 上個月 因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台灣逮捕拘留了三人 其中包括一名中國搖搖教練 港警國安處對8名被通緝的海外港人 在港家屬的滋擾持續 8月3日 警方國安處再帶走三人調查 分別是香港議會發起人袁公儀的前妻 兒子袁未滿、女兒袁未熟 了解他們和袁公儀是否仍然有任何形式的聯絡 或者金錢來往 據港媒報導 今天被帶走的是袁公儀的第二任妻子 持外國護照的 同日下午1時半 和袁尼滿兩人 步出灣仔警署 其後乘坐的士離開 上個月24日 袁公儀的兒子 袁尼昌和媳婦 容海恩被帶去警署協助調查 她的長女袁尼忘 同日從美國返港後 也被國安處人員帶走 至今至少6名和袁公儀有關的人士 被帶走調查 袁公儀這個星期二一日 在倫敦繼續宣傳香港議會 她表示 計劃在年底舉行不記名的全球港人網絡投票 希望選出35名首屆議員 代表港人在國際上發聲 在記者會上 袁公儀批評港府正試圖恐嚇 以阻止她繼續推進香港議會的選舉 她強調早在3年前離開香港時 已經決定要為香港的自由作出貢獻 個人和家庭安全以置之不顧 香港國安警上個月初頒布通緝令 各圓紅100萬港元通緝8名身處海外的香港人 包括任建峰、袁公儀、郭鳳儀、郭榮鏗、 許智峰、蒙兆達、劉祖迪和羅冠聰 警方國安處日前 已經先後帶走多名其他被通緝人士的家屬問話 包括羅冠聰的父母和卿長 蒙兆達的卿嫂和侄子 以及郭榮鏗的父母和卿嫂等 目前還沒有家屬被捕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